即时新闻传递 投资 看点分析 大家好 欢迎收看视野环球赛经 现在是美东时间20点11月3号 周二下午的6点30分 那么现在咱们这个时间点是比较特殊的 美国大选这边正在逐渐的开始开票 所以咱们在现在这档节目里边 暂时不说和美国大选投票 以及板块相关的一些问题 特别多的一些细节 因为存在太多的变化 所以今天我会把今天盘面中 表现出来异常的几个板块 和大家做一个分析 同时对于我的个人仓位也进行一个更新 那么关于大选之后 今天稍晚一些开票的结果 它对于板块的影响等等 如果有最新的信息更新的话 我会放在视野短菜经 这是一个在每天的盘前 如果有重大的消息 是一个盘前的节目 它的信息通常都比较的短小精悍 如果大家有兴趣 可以去关注一下这个频道 一会儿我把链接放在咱们的置顶评论区中 好 我们来看一下 今天在盘中整体的表现 今天是大选日 整体的指数仍旧是向上爬升 走的也是非常的快 包括你看像道指这边 今天的涨幅是上涨了2.06% 那么今天的Russell 2000这边的涨幅更大 所以今天我们看一下 市场上到底出现了一些什么样的异常 如果没有异常我就没说了 如果说到的有异常的 那么它代表着有一些不同的地方 比如说这个工业板块 那么今天的整个的工业板块 我们看到这是工业板块的ETFXLI 今天工业板块的ETFXLI 实际上是已经完成了一个结构的突破 那么我们说这个结构突破的意思是 当从高点下来之后要往上反弹 反弹之后这个点位很重要 如果突破了这个点位 代表着这个趋势 整体上又会形成一个大的 重新的向上的趋势 那么向上的趋势的过程中是这样走的 会低点逐渐的抬高 高点逐渐的去抬高 然后去冲击前方的低点 是代表着这个结构 不是说代表着这个 今天的这个位置就不会跌了 并不是这么看的 在没有突破这个重要的结构位置之前 那么行情的看法是作为反弹对待 到这以后可能会越来越低 逐渐去破下方的低点 所以代表着什么呢 目前工业板块在今天的大选日 整体走势是非常的强的 那么我猜想 目前市场上的整体的一个氛围 是这么样一个情况 由于大选 不管现在大家在压注哪方获胜 但是工业板块 其实是作为一个相对比较中性的板块 无论谁当选 无论谁获胜 工业板块都是跟着整个的经济周期 和基本面在走 那么再加上今天其实出来的 一系列的几个相关的数据 和工业相关的数据 其实表现的也都是不错的 要么就是基本上符合预期 要么就是略微的超出预期 所以我们看到整个工业板块 今天的走势一个大幅跳空上行之后 直接是冲破了上方的一个压制位 那么形成了一个重新的多头趋势 这是从工业板块里的 所以大家如果有关注 工业板块的相关的股票的 那么你可以去关注一下 在你所看到的这些板块里边 到底有没有一些股票 同时也是出现了增量启动的 也是有出现了结构位的开始上行的 那么在中间的回踩位置 中间还会有回踩 并不是说这个地方不跌了 回踩之后 那么你要适当的去找一些位置 可以去尝试去做多工业板块的股票 这是它出现的第一个异常 那么今天实际上在指数层面 还有什么样不同的一些表现呢 还有一个板块 或者说一个指数表现的是非常强势的 它已经强过了三大指数 比标普 纳指和道指都要强 标普 纳指和道指 现在还是处于一个反弹过程中 仍旧没有去顶破结构的位置 仍旧是走的一个非常正常的 技术面的反弹 尽管今天反弹了两个点到一个多点 看上去涨幅很大 但是都没有像Russell 2000 中小盘这边涨幅这么大 和这么的具有结构的这种意义 我们看一下Russell 2000 现在给大家看到的是IWM 是Russell 2000对应的ETF 也就是成长型股票 Russell 2000的中小盘对应的ETF 那么这个里边的股票 通常的市值都会要比 这些大盘股要小一些 它也是属于成长性的股票 那么我们看到 它也是在这个整体的下行趋势过程中 在这个整体的下行趋势过程中 率先突破了159.4的这个位置 这个位置也是它的一个结构的压制位 所以这个地方它也会形成一个重新的上行的趋势 那么中间就是变成这么走的 那么如果没有突破的时候 它怎么走的呢 它应该是这么走的 所以现在整体上Russell 2000 是在所有的指数里边表现最强的 中小盘股这边出现了契机 而且我们无论是从技术面上来看 你看这个地方 实际上在之前在前几天 当时这个地方出现了一个跳空对吧 跳空缺口形成了一个非常强大的压力 但是我们看到今天开盘之后 直接通过一个高开跳空的方式 把这个跳空缺口直接给跳过去了 把这个压力位直接跳过去了 通常我们看到这种技术走势的时候 都代表着目前市场上 它的一个强势表现 这是从技术面 单纯从技术面来分析 那么至于Russell 2000的ETF的 这些单个的个股里边 大家需要自己去做研究 因为股票数太多了 我没有办法挨个的跟大家讲 只是告诉大家 这是今天在市场中 它出现的一个相对来讲 一个异常的状况 是远远的要强过于道指标普 和纳指的 所以这个大家后续可以持续的追踪 包括我刚才谈到的像工业板块 像Russell 2000的板块 这个我刚才也说了 猜想到应该是对于工业板块 大家是压住美国经济前景的 一个复苏的状况 那么其实还有一个可能 大家还在压住的是什么 压住的就是 美联储有可能会在12月份之后 继续的加码购债 也就是咱们说的继续加码去放水 为什么呢 因为这几天实际上 我不知道大家看没看债券市场 债券市场的国债的收益率 10年20年30年5年全部在走高 走到什么时候了 已经走到了6月份左右的一个高点 接近于6月份的高点 而6月份的高点 那个时候整个市场 其实大家也是需要美联储 继续的提供更多的加码信息 后来我们知道就是继续加码了 加码了之后 我们看到的是债券市场的收益率 被打下来 随后是整个股市短暂的回调之后 继续往上走 所以当时市场是这么一个走法 那么现在整个债券市场又回到了 6月份的高点位置 那么美联储这边 由于我们说到欧洲央行 已经开始在加码的购债 这个预期非常的明朗了 而且明确的表达了 同时英国央行也要求去加码 去购债 在这个大的背景环境下 如果美联储这边没有动作 没有去加码的话 那么显然对美国是不利的 所以很有可能在12月份之后 我们能看到美联储这边调整购债计划 把购买国债的规模继续去扩大 这个是非常有可能性的一件事情 如果再加上市场在12月份 对吧 我们说大选差不多 如果按照大选月来算 也应该差不多有个结果了 除非出现特别另类的 要打官司打到高等法院的 那可能时间就久了 但是正常情况下 在12月份之后 应该是会有大选结果的出炉的 那个时候再加上无论谁当选 对吧 只有刺激计划大小的问题 而不是有没有刺激计划的问题 这个是不需要探讨的 肯定有 只是规模大小 是共和党这边的5000亿 6000亿8000亿 还是说像民主党这边的1万亿2万亿 这个就是大小规模的不同了 所以12月份之后 市场上有这么一个期待 那么根据目前债券市场的走势来讲 债券市场在最近不断的走低 也预示着其中的一点 就是目前市场的资金 实际上从债券市场撤出来 同时股市市场现在看起来在反弹 包括像RASO2000工业板块的突破 都非常的迅速 看起来还是有资金在布局 这些现在已经回调的一些板块上 所以能看出来 那么如果要去积蓄支撑 如此之高的适应率 咱们不说现在美股也没有水分 肯定是有的 有的板块 如果要支撑如此之高的适应率 等待业绩的复苏和跟上 那么美领储这边要想办法了 它必须要想办法 不然的话有可能高处不胜寒 上去之后上不去 那可下来那个就比较难受了 所以如果想继续推高股市 继续的维持目前的稳定 等待经济复苏 企业的业绩好转 通过基本面的扭转 来赶上如此之高的适应率 那就需要靠时间换空间了 美联储这边要加把劲了 所以这是一个大的方向的看法 OK 那么我们再看一下 今天我把一个操作跟大家做一个简单的更新 我的持仓这边跟大家讲一讲正好 这个也是一个非常系统的短线的操作 一个系统 大家正好可以这里边看看你有没有值得参考的东西 大家知道我之前的时候在275的时候 做多20%的仓位做多了道指的ETF的DIA 那么当时是做多失败 在217.5的位置是止损 那么这个仓位20%的仓位 总共的总仓位 我这个20的仓位指的是我的总仓位 打个比方我有100块钱 那么我拿了20块钱买入仓位 这个叫20%的仓位 那么这个时候当时总仓位的损失 大概是在0.3个点 就是0.3% 也就是100块钱损失三毛钱 大概是这样的一个状况 那么后来在这个地方 我在周五的时候又继续的 去摆了一个技术面的一个打的反弹 短线反弹这个位置是 那么盘中是上周五的时候 盘中262建仓30% 短线打反弹 跌破2825 8.5止损 然后上看目标是272 275和278 OK那么在经过了三个交易日之后 今天是完成了止盈去离场了 今天我是把所有的全部离场了 因为今天他一口气把三个目标 完成了两个半 272完成了 开盘之后就飞到这个地方了 那么盘中打到了275 继续止盈 为什么276我就走了 我没有在278去离场 这是因为在30分钟的级别上 它存在一个278附近的顶部状态 大家看到没有 它在276.4这个位置 连续测试了好几次 这个现在给大家看到的是30分钟线 它连续测试了好几次 过不去包括在尾盘的时候又打到了276点多 所以我一看这个地方代表什么呢 代表着278的压力已经形成了实质性的压力 也就是结构反转的最后的这口气 这个压制位 那么它现在目前是有效的 鉴于此 那么我就直接在276回调的时候 把276把所有的仓位全部离场 之前30%的仓位是分批在272 275和276离场的 所以这就是总体上30%的仓位 这一次30的仓位获利大概是4%左右 四个多点 换算成总的仓位是获利大概1.2% 也就是100块钱获利1块2 那么10万块钱获利1200 100万获利1200 大概就这么一个概念 所以这个里边我跟大家讲的是 并不是说这个是怎么止盈的 讲的是在这个短线的体系中 是怎么去规划自己的系统 你比如说我这个地方之前止损的地方都非常的小 都是百分之零点几个点 那么我止盈可以达到一个点 对吧一点多个点 也就意味着我的盈亏比可以达到3比1到4比1 意味着我可以连续的这种短线上能够失败4次 只要我有一次我能够成功 那么我可以实现盈亏平衡 那么中间我多一次盈亏 多一次成功我就多挣一点钱 这是一个纯短线投机的思维 所以说我们说短线投机的时候 很多时候大家说看你的成功率怎么样 其实成功率是一方便 还要看你的盈亏比怎么样 那么如果是一个非常不合适的盈亏比 那么你短线即便成功次数再多 那么有可能你做对了4次 然后你做错了一次 有一个比较大的亏损 其实你是划不来的 所以这里是一个短线的投资的一个思维问题 我平常的操盘过程中有很多这样的短线 我自己平常因为没有跟大家讲 因为我说过我非常会做短线 我只是有时候时间问题 精力问题我又是懒得做 因为市场这个钱是赚不完的 但是这个体系也就是说 你要知道你做的这个东西 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东西 你在做什么 你不能坐着短线最后变成长线了 对吧 你本来坐着长线的 本来有明确的补仓位置 合理的支撑位置的 你坐着坐着一看下跌了 跌了两个点三个点了被吓跑了 不能这样 长有长短有短 各有各的系统和体系 大家要去摸索这个系统 好吧 所以我这个作业拿出来 大家不管抄没抄 主要的问题是我想 利用以后的这种石盘 我在里边包括长线短线 点位怎么思考这些东西 可能这样的讲解 大家可能能够学到更多的东西 希望真正的是对大家有所帮助 因为你抄作业 你抄一次两次 你可能能抄着 你十次八次你不一定抄的对 因为每个人的点位买入方式 都不一样 你很有可能 因为一次的你的心态的波动 你抄了作业以后 因为一个犹豫你没有止盈 或者因为一个犹豫你没有止损 出现了非常大的损失 结果是完全不同的 所以我还是更希望的是 通过这种石盘的介绍 来去给大家介绍 操核盘的一个思路 我也做长 我也做短 我都做 我看基本面 我也看技术面 我也看消息面 我都看 投资是一个综合分析的事情 它并不是说只看一个 不看另一个 同样我们的听众观众的 看节目也是 可能只看了一期两期 然后没有连续的看 就会说你可能是不是只看空 你是不是只看多 或者是你是不是指挥技术面 或者你只懂消息面 或者说你是不是就只是个播音员 等等 其实你如果长期看下来的观众 可能能够明白 我这个系统里边到底在讲什么东西 好吧 希望真的是这些东西 对大家能够有实质性的帮助 受人以余 比直接交给大家抄作业 要好得多得多 包括其实 如果大家有加入我会员节目的朋友 肯定也都知道 我会员节目里边讲的都是什么 知识 讲的都是教你怎么样自己去挣钱 自己去看盘 并不是直接甩出去一个东西 告诉你跟着这买 跟着那买 你今天能跟着我买 但是后天大后天 万一我哪天我休息了 对吧 或者哪天我忘记了 或者我没有做 或者过了两年三年 我不做节目了 我完成了我的目标了 我不做了 那你怎么办 你还不是什么都没学到 然后你又去找另外一个人 继续去买它的 所谓的这个短线点位吗 没有意义的 好不好 好 那这个就是我今天和大家讲解的 关于一些 目前的一些盘面的简单的状况 以及我个人仓位的一个更新 好 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 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 去把这个 视野短财经的频道去订阅一下 因为今天等会晚一点 我会去关注 这个美国大选的 关于它的整体的进展 开票的进展 如果有最新的消息 比方说有一些比较重要的 对于金融市场的影响的消息 我会在短财经的频道 这个财经频道是每天盘前的时候更新 盘前的时候更新 给大家提供更多的盘前信息的 好吧 所以希望大家有兴趣的关注一下 好 这个就是咱们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 感谢大家的收看和收听 那咱们今天节目到这儿 咱们就这个档节目的明天的盘后 再见